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表示 他打算加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 在中美两国紧张关系加剧之际 他认为两国可以互惠互利 雷蒙多承认中共存在包括盗窃知识产权 设置商业壁垒等一系列不尊重规则的做法 但鉴于中国的市场规模 美国必须与中国展开贸易 他还认为紧密的商业往来将有助于缓解紧张关系 不过中共近来似乎无意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出改善 反而通过法院下达禁诉令的方式 便向禁止他国企业起诉中企侵犯知识产权 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 自2020年以来 中共法院在三宗涉及中国企业侵权的重大案件中 分别做出有利于华为小米步步高公司的裁决 比如对于华为公司与康文森许可有限公司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 中共最高法院去年发布禁诉令 试图阻止康文森在德国起诉华为 最终这两家公司达成了和解 报道说 在英美禁诉令的发布 通常是为了防止相同案件在境内多个法律地点同时进行 然而中共却将禁诉令当作了对抗侵犯知识产权指控的工具 禁诉令方面的权威犹他大学法学教授康特拉斯指出 中共的做法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前景绝对恐怖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 表示美国政府强烈关注中共法院发布广泛的禁诉令的做法 报告强调 这是中国的法院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例子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